今集和大家分享下 什么是恶意程式 在不指名的情况下 塔姆克克会以黑客为统称 在最著名的电脑攻击类型之一 就是四处散布的恶意程式 恶意程式有时被误以为病毒 但凡是想要系统与其操作而设计的任何程式 都属于恶意程式 这些软件的行动往往未经使用者的授权 甚至使用者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行动 恶意程式的存在 几乎与现代电脑一样的悠久 它具有非常多的形态 尽管防毒软件尽最大的努力 它依旧是最常见的威胁之一 我打算在今集讨论下 什么是恶意演件 以及它最常见的一些变类 以及对它作出最佳的防御 顺便消除一些你在电视机看到的虚拟黑客 而产生的误解 恶意程式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电脑造成损害 至于某些游戏可能会耗尽你电脑里面所有的记忆体 但即使是这样也都不视为恶意程式的 恶意程式所造成的损害 最好的定义就是被系统视为以上的未经授权动作所造成的损害 举例来说 如果使用者内部系统管理员所设定的使用者名称与密码登入系统 这些就是属于正常的操作 但如果应用程式可以让客户在无使用者名称与密码的情况之下传取系统 这些就是未经授权的动作 来到这里或者你可能仍是一坛无水 但是要了解恶意程式和有问题或者写得很难的语题 之间的区别就很重要的 如果有一个程式是比于之前的游戏为例 里面一个无意的错误会导致电脑冰雪或者损害 这一个就不算是恶意程式 因为它极其论只是一个劣迹的程式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程式看似正常运作 同时却执行一些隐藏的动作 或许这一个就是恶意程式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恶意程式是相当容易辨认的 因为它们会执行一些明显的恶意动作 但是有些程式就在执行合法授权的功能时 同时也会进行一些不受欢迎的动作 只因为一个程式看起来 听起来或者行为上 似一个安全的程式 并不代表它就是没在后台执行恶意程式买的 为了对不同类型的恶意程式进行分类 恶意程式分析师通常会使用两个性质 恶意程式感染系统的方式 以及恶意程式所执行的攻击类型 这两个属性有助于将恶意程式归类成几种广泛的类别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分类分析来做出更加好的防御 接下来就会检视一下一些比较常见的类别 虽然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恶意程式 非常符合下面各小节所描述的类型 但是现实世界总非如此 黑客通常会把各种恶意程式合成一体 构成一个单一的恶意程式套件 因此如果你要摆脱恶意程式的感染 彻底素描电脑每一个角落非常重要 病毒大概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恶意程式 我们并不根据他所做的什么 而是根据他的行为方式来语以定义 一般来说使用者必须与病毒进行互动 病毒才可以开始执行恶意的程式码 我们将这些互动方式称为触发点 触发点可以点击某一些的file 执行某一个的程式 或者开了某一个的连结附件 一旦做了这些的动作 病毒就可以执行其指令 并释放其负载程式 病毒的负载程式 就是负责执行恶意动作的程式码 这些恶意动作在病毒程式 当初设计时就已经设计好了 随着网络罪犯越来越普及 攻击者也都开始使用病毒来 直入其他的恶意程式 然后再利用这些的恶意软件 进行下一步的控制 虽然所有病毒都有这些的共通特征 但是每个病毒的目标各有不同 举例来说 档案感染病毒会感染档案 而开机启动持续病毒 会感染电脑开机时所用到的一些档案 至于聚集病毒 你猜对啦 它的目标就是系统中的聚集 所谓的巨集就是可以将一堆发送给电脑的指令 转换成一组较长的指令集的程式码 举个例来说 当你按下Ctrl C的时候 巨集程式就会把案件转换成复制指令 另外还有一些病毒称为隐形病毒 它通常都有一层额外的程式码 专门是躲避防復软件的 如从是一个恶意的程式 其设计目标只有一个 尽可能触及越多系统越好 与病毒不同的是 如从可以在没有直接接触任何使用者的情况之下感染系统 而这就是表示 它比其他病毒更容易透过网络传播 如从一旦感染某个新系统 就会继续寻找其他未受感染的电脑进行传播 如从通常可以在不用接触使用者的情况下传播 因为它是利用一些系统的漏洞 可能甚至未经使用者授权的情况下 让远端系统在远端执行程式码 攻击者可以借此由这些方法安装程式创建新的使用者 甚至收据网络设定 通常这些可以接受远端程式码的漏洞 多半是采用欺骗系统的做法 木码就是大家听过的希腊故事一样 这一类的恶意程式之所以称为木码 就是因为它们毅装成合法的软件 同时在后台秘密执行某些恶意任务 木码程式会模仿很多不同的软件 包括游戏文件或者PDF 档案 甚至外挂程式或者巨集 系统被安装木码之后 通常会执行一些不需要的程式码 不过在满足某些参数的条件 或送出某些指令之前 它说它不会完整啟动其互载的程式 最常见的一种木码是 就是所谓的远端存取木码 它的目的就是在你的系统里面放一个 无声无声检测不到的程式 让攻击者可以从远端控制你的电脑 这个程式会主动连接一个指挥控制 让攻击者可以向你的电脑发送指令 而不会被正常流量 篩查程序偵察出来的 勒索软件也是一个极恶意软件 它会使用加密技术来锁定电脑 然后再勒索使用者之附属针 勒索软件安装到系统后 就会对特定的目标进行加密 使这些目标无法被使用 由于档案已经被加密 电脑就无办法继续读取 因此除非除黑客所使用的物约 否则就无法解密档案 攻击者收到资金之后 才会将物约交给使用者 而且黑客们通常会使用一种 无法追踪的货币 例如加密货币以逃避追踪 攻击者经常使用这些 惡意程式 因为它们有几个优点 第一它很容易进行部署和抗展 只要有一部电脑被感染 就很容易传播到整个网络 或者重要的加密这样系统 进而让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作 第二一旦被安装了纳索软件 几乎就无法繞过它 因为加密其实非常难以破解 因为以现在的加密通讯协定 很多都要好几十亿年才可以破解 如果不想支付资金的话 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另外保存備份的资料 第三这一种做法既便宜又有效 攻击者不需要什么成本 就可以禁止系统 只要成功一次 就可以带来好几千 甚至好几十万美元的收益 间谍程式和广告程式 或者可能是各个影响系统的 惡意程式之中最惹人讨厌的类型 间谍程式会从你的系统蝕取资料 广告程式則会在你使用系统时 将广告注入你的系统中 他们特别喜欢躲在浏览器所安装的外挂程式画具集中 可以追踪你的浏览历史记录 所点击的连结 所传取的帐号 虽然这些惡意软件所造成的伤害 通常比其他类型轻一点的 有时还会偷走你宝贵的个人资料 他们还可以导致一些其他 的惡意程式进一步的感染 因为所载入的广告 可能指向其他类型的惡意程式 例如木马程式等等 Woodkit 和Woodkit 都会被攻击者提供极高的系统存取权限 Woodkit 类型的惡意程式 便会尝试存取电脑内部的档案系统 这些档案全部都是执行作业系统所需的重要档案 举例来说 Woodkit 可能是取代换掉登入系统的档案 这样一来 黑客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秘密登入的方法 取得整个系统的管理权限 同时还可以将这个的帐号隐藏起来 而不会被其他使用者发现 如此一来 黑客就可以到系统档案进行各种的修改 包括添加使用者修改档案权限 或者修改系统的网络设定等等 所谓的Woodkit 则可以存取并修改系统开机池区里面的记录档案 当你开启电脑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这些档案 开机记录可以针对很多不同设定进行初始化 而且通常可以再进入一些其他软件 例如硬件驱动程式等等 作业系统必须靠这些驱动程式 才可以让某些硬件和电脑进行互动 只要能够修改开机记录 恶意程式就可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 让黑客取得完整的全取权限 或者将其他恶意程式再进入系统之中 Woodkit 的另一个优势是 在系统所附带的很多安全功能 必须等到系统开机完毕后 才开始发挥作用 即是代表恶意程式可以在 不被防毒软件或者其他安全工具 侦测到的情况下执行 多形态恶意程式是效果最强大最危险的恶意程式之一 这种恶意程式具有先进的功能 可以根据特定的要求修改自身的程式码 因此它还可以自动适应环境 而不是傻傻的执行附载程式 这样一来 传统的偵測方式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因为在特定的情况被触发之前 它或者不会显示出有害的这一面 一旦触发被启动之后 恶意程式就会开始运作 修改其程式以执行破坏性的操作 并开始执行预先设计好的任务 对我们来说 还算幸运的是多形态恶意程式极为罕见 而且通常针对非常特定的目标而设计 由于建立此类恶意程式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相对较多 因此通常只有国家级的客户 才会用这方法 随着技术的进展 编写出多形态恶意程式 这一类进加的程式码 亦都越来越容易了 你可能会发现 有些多形态功能会被整合 传统的恶意程式当中 提供一些附加的功能 有些人可能会问 如何抵挡恶意程式呢? 防犯恶意程式最佳的方法 就是使用所谓的反恶意程式 通常亦都是指防復软件 不过现在这些程式 几乎已经可以防滑 所有形态的恶意程式 而不止是防病毒而已 很多的商业软件 供应商都有提供防毒软件的 并不能提供完整的保护 为了确保你的系统安全 最好还是设法取得适当的软件 以降低你电脑可能遇到的风险 虽然防毒软件在技术上 取得不少的进展 但是攻击者还可以 因特别了的恶意 设计档案的侦测方法 进而规避这些素描检测的 举个例来说 你可能收到一个正常干净的档案 防毒软件并没有对它作出任何的反应 这个文件在任何的签名资料附入 都没有显示已知的病毒软件 亦都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流量 但你一旦看了它之后 就可能触发某个连结 到网制网络下载某个的勒索软件 你的防毒软件 有机会做出反应之前 勒索软件已经执行完成 来到总结的时候了 今集的重点介绍各种类型的 噩耳程式及其独特的特性 病毒鱼蟲是最传统的噩耳程式类型 它通常会带着一些负载程式 在启动之后 執行一些噩耳动作 此外鱼蟲设计的目的就是 将噩耳程式全部到其他的分系统 勒索软件 則会针对档案进行加密 以勒索各种档案 让使用者无法使用 然后黑客就可以向受害者勒索负金 木码程式一般隐藏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可以开后门 让黑客存取系统 甚至安装rootkit或者bootkit bootkit或者bootkit 通常会感染系统的安全重备 对各个的操作作出修改 间谍程式与广告程式 有时比其他恶意程式更加黑人 就因为他们会盗取楼 定式放出广告 我在今集也讨论过 一些抵挡恶意程式的做法 当中的关键就是 善用社交工程防御技能 再结合反恶意软件 只要特别留意 你所减击下载的东西 就可以有效防止感染 如果系统确实受到感染 防毒软件也可以使用 超名特征或者斯坦明的做法 协助你偵察出恶意程式慢 只要结合这些战术做法 就可以让系统免受感染 继续与原本应有的方式 继续执行各个工作 今集的内容到此 下集见 来到影片最后 记得留言 赞好 和将我的影片分享给大家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新片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通知大家了 最后订阅 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 专页 多谢